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亮时分支政的天下 我是章天亮 今天是2020年3月20号 最近形势变化很快 今天早上最新的消息是我所在的纽约州的 州长Angelo Cuomo 他就发布了一个州长的行政命令 纽约州从星期天的时候开始就 全部lockdown 它叫做shelter in place 基本上来说除了那些必须要开的那些 行业比如说 像邮局、像银行 像医院除了这些行业等等之外 其他别的行业就全部关掉 100%的员工都要留在家里 纽约州大概是第2个这样做的州 第1个这样做的州就是加州 加州在星期四的时候 州长就宣布加州进入这种状态了 从星期五午夜的时候就开始执行 我们从这个地方其实是想讲一下 很多人在谈到中共的对待 这种病毒的方式 就是集中精力 或者说集中资源办大事 其实 很多中国人他都会 在中共的这种宣传教育下他就会嘲笑 认为民主制度是一个非常没有效率的制度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 美国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是非常快的 从联邦政府到 州政府到地方政府的反应都非常快 这个事我们放在后面再说 今天 还是想跟大家更新一下以前谈到的一些消息 我们这个频道虽然并不是一个新闻频道 但是我们以前谈到的一些事 因为以前已经谈到了 所以还是想 把这些事情相关的 消息跟大家报告一下 第1个 我们曾经提到过纽约 纽约就是美国联邦政府 现在不是有很多人都已经 回家了吗 很多企业都很难撑下去 那么这些私营企业的特别是小企业也面临着 发不出工资的问题 美国人生活方式跟中国人 不一样 中国人现在可能年轻人也是这样了 月光族钱进来就花掉了 中国的老年人他们通常会有这种攒钱 习惯 预备将来养老或者是医疗给自己留这样一笔钱 美国由于它的社会安全体系非常的完备 加上美国它是一个资源大国 无论是能源还是粮食的生产 美国人足以让 美国的这些人能够活下去 他不会有粮食的匮乏不会有能源的匮乏 所以很多美国人他因为生活有安全感 所以他就挣一个钱花一个钱 挣一块花一块 这种情况下很多美国人他一旦没有工作的时候 他马上就面临着 房屋的贷款还不出来 银行的信用卡还不出来 学生贷款 还不出来 甚至他可能的生活 基本生活都会马上出问题 所以美国现在 制定了这样的一个 救助计划 这个救助计划我们曾经之前说到过 就是要给美国人发现金 那么昨天晚上我看Fox News 参议院 他是mish McConnell 共和党 他属于多数党领袖 他就提出了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大概是要给美国 当个个人收入 一年的收入在75000美元 AGI 或者是一个家庭收入在15万美元AGI情况下 他会 领到联邦政府全额的补助 我刚才特别强调一个叫AGI AGI是什么东西呢 AGI叫Adjusted Gross Income 就是 一个人 在美国他的 钱的来源可能有很多 比如说他上班 挣钱 然后他投资股票或者是共同基金 他可能会挣钱 然后他可能有资产性的收入 比如说他 投资了房地产 然后他把这个房子租出去了 他收租金 这可能也是一笔钱 或者说这个人比如说他 有一些著作 他卖书他可以收到版税 这都是不同的收入 这些收入把它加在一块 你所有的收入加在一块 这是你的Gross Income 就是你的 总体收入 但是实际上 你很多收入是有相应的开支的 比如说 我买了一个房子要租出去 那么这个房子所有的房屋的修缮 为这个房子做广告的钱 比如说 为这个房子所交的相应的财产税 或者是学校的教育的税 或者是一些其他别的比如说 包括你为这个房子 相当于你当一个生意做吧 你相关的那种生意开销 比如说开车汽油的钱等等 你都可以作为cost 作为你的成本 这样你的收入减去你的成本以后 剩下来的这个收入叫做Adjusted Gross Income 就是它英文叫做AGI 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单身的人 他的AGI如果是 在75000美元以下的话 他可以领到联邦政府全额的资助 这个资助是两次 分两次给一次一张支票1200块钱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家庭的话呢 你的AGI收入就是一年全年的收入少于15万美元 你会从联邦政府 领到四张支票 相当于你和你的配偶 4月6号的时候 联邦政府可能就开始寄第一批支票了 你们就可能领到2400美元 然后 到5月份的时候再领一次2400美元 这个就相当于政府给老百姓发现金 以便让老百姓有足够的钱交房租 包括比如说买食品之类的 但是那些特别富裕的人 不在联邦政府的救助计划之内 他有一个计算方法 就是我不讲讲太详细了 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我们只说 一种情况 就比如说我是夫妻两个人 如果我们的家庭 AGI这个收入小于15万美元的话 我们可以领到4800美元的支票 如果我超过15万美元怎么办呢 超过15万美元 你的收入每超过100美元 联邦政府对你的补助就减少5美元 就按照这个比例递减 这样你算一算很容易就算出来了 如果夫妻双方两个人加在一块一年的AGI 收入超过了19万8000美元 他就一分钱都领不到了 也就是说 联邦政府这个救助计划是根据你的收入的情况来给予你救助 如果你收入非常高的话你就不会从联邦政府拿到任何钱 当然这种方法有没有漏洞的当然是有问题的 也有人说这种方法非常的愚蠢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我比如说2018年的时候做一个大生意 光一下我挣了 五六十万美元 我开了一个小企业 到现在 突然间遇到这个情况企业倒闭了 倒闭之后我就一分钱都没有了 可是政府看到说在2018年或者是2019年的时候报税的税表 认为我很有钱就不给我救助了 那怎么办呢 那其实你也能活下去 这种情况你没有收入的话你就直接到政府去申请 食品券 包括政府低收入住房补助之类的就可以了 在美国 你不大可能说是被活活的饿死或者是冻死 你会看到很多人在大街上啊 冬天的时候有很多人在大街上 好像是无家可归的homeless 特别在加州这种情况比较多 因为加州比较热嘛 所以在大街上也不至于冻死 就很多人在加州 大街上就会看到这种homeless这种人 就是属于无家可归者 这种无家可归者不是因为政府不管他们 是他们不让政府管 我就愿意在外边待着 我就愿意在街上待着 我在街上睡觉 我就在街上吸毒 我也在街上要饭 我觉得这样过得很自由什么之类的 有这种人 但是一般来说 如果你真的希望向政府寻求帮助说不让你饿死的话 那政府一般来说 所有的人政府都会管的 所以我们 把我们之前说的那个 美国政府给大家发现金的这个事 更新一下 前两天我们还提到一个新闻就是关于任志强 任志强不是失踪了吗 在3月12号的时候失踪了 最近传出的消息就是任志强 可能会被判处15年以上的徒刑 这个实际上是这样 他当时发了那篇讽刺习近平的文章以后 北京市政府本来是打算按照 所谓中国大陆叫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 然后就是把 任志强开除党籍就完事了 但是因为他讽刺的是习近平 据说是习近平很生气 说一定要从众处理 中共我们知道它在 处理类似这样的政治问题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 原则的 这个原则我们之前曾经提到过 中共它是把 政治问题用非政治手段来解决 非政治问题用政治手段来解决 什么意思呢 简单的说就是任志强这个事明明是一个政治事件 但是如果你是以说他反对习近平 把他判15年的话这个有点说不过去 所以怎么办呢 就查他的经济账 所以他们派人去华远 因为华远地产公司任志强之前是董事长 所以就把华远的账本拿出来 中国的那种作杖的话 那是你要想挑毛病肯定是能挑得出来的 所以就想以此为借口 找到他一些偷税漏税这种方式 然后把他判15年 这是 现在传出来的消息 我们刚才说 中共它处理这种案件叫做政治问题非政治解决 他就是用这种经济手段来对付任志强这样的政治问题 非政治问题政治解决 那是什么意思呢 有些问题是经济问题 比如说我们家房子被拆了 完了之后我就去上访 这明明就是一个经济问题我需要赔偿 政府就说你在扰乱社会秩序反抗党的领导 对党心怀不满妄图颠覆政府 完了之后就把你抓起来 这就叫非政治问题的政治解决 反正共产党就是耍流氓嘛 这个是关于任志强这个事情做了一点更新 因为这两个 事我们之前曾经提到过 下面我想说一下很多人他在 对比 中共的这种 极权政府在对待病毒的传染病的方式 和 像美国这样的民主政府对待传染病的方式 他就觉得 好像是 专制政府更有效率 一声令下之后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这一次我们看到整个美国在对抗病毒的过程中 它的 展示出来的这种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在美国其实专家的意见非常重要 川普在 竞选总统的时候经常 讲一句话 他这句话其实它是一个template 就像一个模板一样 他经常一旦谈到某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会说没有人比我更懂这个问题 比如说Nobody knows better than I 比如说是哪一个哪一个问题 比如说以色列的问题或者是 什么经济问题或者什么什么问题 他经常讲这样的一句话说没有人比我知道的更多 有人曾经用这个来讽刺他们就把他说类似的话 全都给 做成一个短片子 像一个急紧一样 但是这次我们看到川普在对待 传染病的问题上 他是非常注意专家的意见 包括美国的疾控中心 包括很多这种专家的意见 NIH他都是非常听从他们的意见 所以这一次川普他工作非常辛苦 他说 他和领导整个团队的 因为他不是让美国副总统Mike Pence来管这个团队吗 他说Pence每天睡不到4个小时 然后他每天开一次新闻发布会 把政府最新的 情况 通过媒体报告给 美国人民 接受记者的质询和提问 最近两天有 两个比较重要的消息关于这个病毒的我觉得还是跟大家 报告一下比较好 第一个消息就是有一个公司叫Distributed Bio 这个公司的CEO 叫做Yakob something something 不记得他last name了 这个人first name叫Yakob 他是一个 公司的CEO 他跟Fox News讲 他星期四的时候在接受Fox News访问的时候 他说 他们公司现在可能会直接合成出抗体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我们知道一般病毒出现的时候 你需要开发疫苗 Vaccine 就是要开发疫苗 开发疫苗之后他把疫苗注射到人体中 那么人的身体这个疫苗中通常会有 灭活的或者是减活的病毒 病毒的活性降低了 但是病毒进入人体之后 人体为了对抗病毒就会产生抗体 把进入人体的病毒杀死 当这种抗体产生以后它就留在人体中 今后类似的病毒一进来就被抗体杀死了 这就是现在的这种疫苗起的作用 也就是说 把病毒注入人体然后让人自己产生抗体 那么Distributed BioCEO 这个公司的CEO他说 我们可以直接合成抗体 这不是你人自己产生他们直接合成 合成完了之后他说 估计 3到4周还是4到6周之内他们就会把这个抗体就合成出来 合成出来之后只要注射到人的身上 这个抗体自动就起作用 大概20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病毒就被 它叫neutralize 这个病毒就被中和掉了就被消灭掉了 但这个是他说的一个消息 实际上做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并不清楚 他一旦合成抗体之后会交给两个单位 一个单位是美国的军队 还有一个单位 是一个专门研究传染病的研究中心 在这两个地方来做相应的实验 他说如果要成功的话最快7月份的时候可以释放给公众 这就是 可以提供给公众使用 这是他们公司的一个 一个消息吧 因为是Fox News报的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下 当然这是一个好消息 如果真成功的话这是一个好消息 当然 还有一个坏消息 坏消息是 今天在Newsmax上看到一个新闻 就说实际上这种病毒的 疫苗开发呀 特别难 难到什么程度呢 他说有两个病 这两种病都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 病毒的 姐妹 第一个病毒当然就是SARS 它也是这种冠状病毒嘛 跟现在的病毒就基本上 同源性非常高 就是它差不多非常类似 但是我们知道SARS是什么时候爆发的呢 是2003年的时候在中国爆发的 到今天已经过去17年了 在17年的时间里我们仍然没有拿到任何SARS的疫苗 所以这个疫苗开发其实是很难 当然他指着说这个难的话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 他们认为这种病毒的话它都是 突然来突然走 突然消失了之后呢 因为它突然消失了嘛 所以就没有人在得这种病了 那你开发这个疫苗呢也就没用了 虽然投入了很多的科研经费 但是呢你没有人 需要使用它 所以你也就没有 需要这种大规模的生产 那么没有大规模生产的话成本降不下来那就没有生产 所以说 实际上SARS的疫苗现在也没有 还有一个病 它叫MERS 好像是叫中东呼吸道 症候什么什么什么病 反正就是跟SARS差不多 也是一种冠状病毒 也是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疫苗 所以 Newsmax那个新闻就比较悲观 它就是发表在一个 Medical Journal上面 是一个医学杂志上面 就是说我们其实 都不知道这个疫苗能不能做得出来 这是关于这个事儿的两个消息 第一个是 抗体可以直接合成 不用疫苗 第二个是说疫苗做得不容易 我们回过头来想说一说我们现在 最想说的事儿 今天跟大家最想说的事情 就是像美国这样的一个民主社会 它的动员能力是怎么体现出来的 为什么过去说民主社会的效率比较低呢 就是因为 它要平衡各方的利益 就是共和党民主党两党互相之间有一个法案 它要debate 很多事情的话会推很长时间 包括征求民众的意见 比如说川普要给中国 这个商品加税 就这一个事儿 他就得 交给公众咨询 好像是45天还是多少天一定要经过这样的一段咨询时期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国会的听证还要听不同的专家意见 然后才能够 下决定 它就不像是 专制社会 专制社会最高领导人一句话发下来之后马上就执行了 所以专制政府会嘲笑民主政府没有效率 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民主政府它同样具有非常大的 动员力或者是说暂时的动员力 也就是说当国家处在一个战争状态或者国家处在一个危机状态的时候 美国的行政部门它其实是可以高效运转的 怎么运转呢 它就是通过总统发布行政命令 州长或者是地方政府直接发动 发布行政命令 它叫executive order 这个executive order出来之后它的效率跟法律是一样的 除非这种行政命令抵触了法律 否则的话那个执行起来是非常快的 像Andrew Koma就是美国的纽约州的州长 他几乎是每天发一个行政命令 前天的时候他说 非必要部门就是这个企业 只能保留50%的人来工作 剩一半都得回家 昨天发一个命令 说只有25%的人能来工作 今天又发一个命令说从礼拜天开始 100%的人都得回家呆着去 他可以根据那个情况随时调整他的行政命令 那么实际上川普也是一样 比如说 川普他就说我是一个战时总统 就是wartime president 是战时总统 我现在所面对的就是一场战争 然后他就要激活美国的一个 叫做国防生产法案 国防生产法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当战争发生的时候 美国总统他有权利去 命令某一个私人企业 去生产他所需要的东西 这个战争法案实际上是在 1950年韩战的时候 开始激活的 当时杜鲁门总统就 激活了这个战争法案 这个就是叫做国防生产法案 比如说 当时的福特公司 就为美国生产了30万辆坦克 福特公司他说我是一个私人企业 Henry Ford 老福特建立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我是卖汽车的我不生产坦克不行 当战争发生的时候 美国政府认为生产汽车的这家福特公司 他有这个技术有这个实力有这个设备 他可以去生产 美国军用的坦克 他就可以直接下命令给福特公司说你把其他别的汽车生产线给我停下来 先把坦克给我造出来 再比如说 他认为现在需要 军用军队里面特别需要消毒用的酒精 现在所有的酒精企业比如说都 生产不了那么多 结果他发现有一个企业 它是生产福特加的 我们知道那个Vodga含酒精量很高吗 他就可以给这个酒厂 下命令 你把你所有生产酒的 生产线全停下来 你给我生产 军队消毒用的酒精 他可以这样做 所以 国防生产法案就是给予美国总统这样的权限 他如果真的希望比如说 做什么事情需要生产什么东西比如说口罩 他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 太多的利润 然后美国政府就可以下令给某一个企业说你给我生产口罩 你把其他别的给我停下来 这就是他的总统在 非常时期被赋予的一种非常的权利 包括比如说中共经常讲说我们可以 叫军队 比如说方舱医院都被军队的人接管 那么川普总统也是调动军队 实际上是 他的国防部长 埃斯帕 埃斯帕将军 他就 调了两艘船 这个船是美军 海军的医疗船 一个叫做 Mercy 还有一个叫confort Mercy是慈悲的意思 仁慈的意思 confort是安慰 这两艘船 一艘船 停在美国的西海 就是Mercy停在西海 那个confort安慰号停在美国的东海岸 干什么呢 这个船实际上是美国的一个海上医院 在战时不是有士兵需要做手术吗 受伤吗要需要住医院吗 就可以入住到这种海上的医院 在那个大船里面 那个一个医院它的配置跟整个一个 地区级的那种医院是一样的 上面有 1000张病床 配备200个医护人员 各种各样的设备都有 医院 并不是为了应付传染病的 但是 总统下令可以把这两艘船 一个是放在西海岸一个放在东海岸 他是干什么呢 正常的医院他们可以把非传染性的病人 挪到那个医院上去 挪到那个船上去治疗 然后把这个医院的资源腾出来 然后去治疗 传染病的患者 包括比如说 我们在刚刚开始节目的时候说到他这种 立刻给老百姓发现金纾困 包括他命令住房与卫生部 研究怎么给 没钱租房子的人提供贷款 让他们能够有钱来 交房租 或者是 延期贷款 在这个期间你不是没钱交房贷吗 还不了银行的钱但是不会把你的 房子没收 放到市场上去法拍等等 他有一系列这种东西 他都是跟现行法律不一样的 他就是紧急状态下 总统下令 就是行政命令 包括他调 口罩 他调500万个N95的口罩从军队里面 调给地方 然后他要调2000台呼吸机 调到这来 然后他可以动用我刚才说到的这种 国防生产法案可以下命令给某些企业 要赶紧生产这样的呼吸机 所以说实际上在 美国我们看到其实包括法国也是一样 意大利也是一样 虽然是一个民主政府 但是其实政府 仍然可以通过这种行政命令的方式 比如下令封州 封郡 封城 大家不能够随便出来活动等等 当然在这些 地方呢因为 毕竟他比较注重人权嘛 所以说你如果在家附近活动的话 应该还是可以的 但是 如果你要是没有正当理由到很远的地方去 一旦被警察发现的话你就有可能会坐牢 也有可能会接到高额的罚款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从 美国现在的这种反应 我们也能够看到 一个民主政府 在遇到紧急情况下 它的动员能力是非常非常强大 这就是今天想跟大家主要说的事情 好了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谈到这了 如果您要是对我们谈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呢 欢迎您订阅和传播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